請坐 辛苦了 王彩華拿著整籃地瓜球沿街狂奔 地點卻是在日本 實境擺攤綜藝 這回離開台灣前進日本冰松祭賣台灣小吃 今天吃不飲 忙著煎蔥油餅 王彩華和夏和熙以及胡宇薇 這次擺攤成本只有六萬日幣 換算台幣一萬三 要來衝高業績 全靠蔥油餅加地瓜球 狂加煉乳意外掀起熱賣 就怕把負債成本帶回台灣 甚至找來日本藝人中堅淳泰當翻譯 日本什麼東西都好吃 因為我拿電話錫給我 我們這個是跟我們台灣 跟日本一起合作的那個 櫻花蝦 蔥油餅 我相信她非常的 她是今天是最累的 真的很累 擺攤途中胡宇薇去跑去鬥風針 過程需要被扛在肩上 因為自己七十公斤的體重 一度累壞抬她的日本人 也讓胡宇薇超心虛 她真的是越來越低 你升降臺 你有升降臺 突然升降臺 害我就是覺得怎麼越來越高 怎麼越來越高 這回台灣藝人到日本擺攤 王彩華一度累到躲到攤子底下 笑壞眾人 寫實綜藝實境 要跟觀眾一起體驗 擺攤人生 三星完之後報道